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北韩和俄罗斯公开的副部长级以上的高级别交流 攻击18次 次数在北韩国务院长金正恩资争以来最多 三个月中宣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韩后 双方签订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其中包括其中一方照受侵略时 另一方需要提供军事援助的内容 由于这一条款可能被截图为自动军事揭露 两国以时隔28年恢复同盟关系 今天的十焦点节目就为了普京总统访问北韩和俄罗斯关系的变化 进行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邀请的是实际评论家 李俊桓先生给我们点评 李俊桓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普京访问北韩之后 就是有哪些活动进行了哪些活动呢 普京是在上个月19号抵达平壤 他原来是预定两天的访问 由于专机的迟到 所以是两天改成了一天 但是重要的是 就是在19号当天 金正恩和普京举行了一个首脑会谈 这次是普京时隔24年的对朝鲜访问 对金正恩来说 是他与普京的第三次会谈 那你觉得这次普京访问北韩的意义在哪里呢 还有媒体怎么评价呢 我觉得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 就是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这就是等于说是恢复了1961年 朝鲜和当时应该是苏联 签署的一个同盟 军事同盟关系 所以是对韩国政府非常提出严重的顾虑和谴责 认为是一个发动激烈战争的 俄罗斯和处于经济困难的朝鲜 不应该做这种无谓的合作 无谓的军事方面的合作 尤其是威胁在朝鲜半岛这种非常处于紧张关系的朝鲜半岛 在增加不稳定 增加军事 增加就是打破这种稳定的趋势 所以是发布了一些有关 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现在目前一共有1159个制裁 然后再增加了243个 然后韩国政府表示会考虑重新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武器的可能性 金正恩执政以来 尤其今年高级别交流非常频繁 您是怎么看目前的北韩和俄罗斯关系呢 是这样的 就是2019年 就是美国总统 当时的时任总统是特朗普 跟那个金正恩在河内有一个美朝雄脑会谈 当时谈判破裂之后呢 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急转直下 这是非常活跃 就是根据记录呢 韩国方面的记录是部长级的会谈 就是在从每年1到10次左右 突然增加到18次 但是这个频繁的程度呢 今年当时 后来由于新冠病毒呢 停滞了一段时期以后 今年重新恢复 然后呢 再增加着一个普京访问朝鲜 所以是这个朝鲜 我们还听到另外一个消息说 朝鲜的这是广播电台的 这卫星转播呢 以前是利用中国的卫星 现在是改用俄罗斯的卫星 所以是非常两国关系 是非常趋于紧密 我听这是没有公布的一个消息 就是说 朝鲜可以提供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方面 所需要的一些子弹和炮弹 然后呢 朝鲜所欠缺的就是有关它的核武在远程发射方面 这些科技 就是导弹科技 所以是在这方面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 因为它没有发布有关相关的正式的文件 所以是谈话内容 所以我们只能评一些猜测 但是有一些报道 的确朝鲜的导弹和炮弹被送到乌克兰战场 另外朝鲜频繁的官员 朝鲜的官员和俄罗斯官员在今年频繁的接触 然后呢 俄罗斯普京访问朝鲜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朝鲜也施射了多次导弹 那你认为这次那个俄罗斯跟那个北韩的关系 越来越紧密的这个主要原因在哪里呢 我觉得应该是抱团取难的可能性最大 然后呢 双方像我刚才说的 这次虽然一种推测 俄罗斯需要朝鲜的一些武器方面的军事方面的支援 有面对那个乌克兰战争 对战争现在还没有结束 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假如谈判好了可以立刻结束 但是说这个谈判假如继续拖下去的话 这个朝鲜是全世界最大的可以供应苏式武器 子弹和炮弹的一个国家 因为中国虽然最大的 中国现在是门声发大财 不愿意提供军事方面的武器 所以是因为朝鲜现在是最有影响力 最有制作能力的国家 从另一方面来说 朝鲜需要的一些就是粮食能源 还有一些航天航空武器 这方面的科技 我想最能够敢于有能耐 也敢于提供给朝鲜的应该是俄罗斯 是这样的 那北韩访问 普京访问北韩之后 就是增加了北韩的调性行为 尤其射弹实验 还有发射火箭的次数明显增加了 你能认为北韩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活动呢 我觉得这是 从这个事实来表明 就是说朝鲜的科技 它现在拥有核武器 通过它多次核武实验 也许它已经拥有了制作核武的能力 通过它多次的导弹试射 也许它拥有一些导弹试射的能力 但是它把这个核武的弹头缩小 然后可以发射成为洲际导弹 然后都可以分散成多弹头的打击点 在这个方面应该还欠缺一些相应的科技 然后所以是 我们现在不能确定是俄罗斯方面提供了什么科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朝鲜在上个月26号 从平壤往东北方向发射这个导弹 然后7月1号重新再来一次发射了 朝鲜方面说他们取得了某一方面的 非常预期的成果 韩国军方表示 他们有这些公布 韩国军方有公布这些录像 但是看到一些打滚 所以可能是发射失败 总之所有的失败都是成功之母 所以应该是在这方面是有一些合作 或者是有一些在发展朝鲜在蓄意的发展 现在好像他们称美国总统的精选过程 就是有一个真空的时代 或者是真空的地带 但是现在共和民主两党的候选人 比方说拜登和特朗普总统 都是对北韩或者俄罗斯 或者还有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 你认为他们这样的挑衅行为 会不会更刺激美国的一些总统候选人 或者是政治家 引起制裁的严厉 或者是更加深度更强 这样的情况 而且也许你说的对 会刺激美国政界 加大对俄罗斯和对朝鲜的一些制裁的力度 但是我们对朝鲜的制裁 从日内外框架协议开始 已经是20 30多年 然后对俄罗斯的制裁 也是已经非常矿制持久的 然后你能够加在朝鲜的制裁 你能够加在俄罗斯的制裁 还能有多大呢 所以是有一种说 就是吃脚的不怕穿鞋的 就是你再加大力度 也就不过如此 所以说我觉得 对中国来说 也许是一个威胁 但是对朝鲜和对俄罗斯来说 这个威胁的力度 没有它的口血那么大 你认为美国不能进行两面战 或者是三面战这样的情况 我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你可以再制裁 但是我天天挨打 我现在挨打的力度 可以抗挨打的能力也增强了 你再增加 吃草也可以火到三年 大概这样的意思 对对 好 老东当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十次全体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根据我们的朝鲜的媒体的报道 它是有五项议题 就是说2024年度 党和国家政策执行情况 中期盘点和对策 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改善 重要的部门工作规则强化 还有司法制度和巩固发展问题 还有组织问题 然后这些都是比较相对的官样文章 然后这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一个 地方发展20x10 就是每年在20个地区建造现代化的工厂 在未来10年就是20x10 10年内进一步提升地方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政策 所以说这一方面受到联合国的制裁 一方面它要就是发展经济 这次发展经济 对制裁中发展经济有一些困难 但是假如说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合作 假如是俄罗斯真的需要朝鲜的武器 需要朝鲜的子弹的话 应该提供朝鲜所需要的一些能源和粮食的 那话朝鲜应该可能会有所作为 好像最近老东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四届全体会议中发现 就是金正恩武装化工程正在提速 您是怎么看 好像他们这个会以前是金正日还有金日成的 现在变成金正恩的 以前我看到过金日成的 然后金正日的 然后看到过金日成和金正日的 两个人在一起的会章 三个人在一起的会章 还没看过 现在不是有金正恩的一个人 金正恩的会章 就是我们开始说 金正日是2011年过世 圣诞节那时候过世的 然后已经是十年多了 所以应该是坐稳了江山了 所以是偶像化应该是从朝鲜的立场来说 可以是一个稳定 稳固 这个是掌权人作为的一个做法 应该有他们的 从我们来 从我们这边立场来看 好像有些古迹滑稽 但是从朝鲜的那边的立场来说 对领导人来说有着必要吧 不过那个亚洲 尤其是亚洲国家是这个鲁家思想比较强啊 现在才三十几岁的领导人 那他的偶像化 这个北韩的老百姓能接受的吗 也没有什么业绩 我可以挺住联合国 挺住美帝国主义的十年的打压 然后领导全人民发展全朝鲜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功绩 我想是另外一个是君臣之别的话 应该有对他们来说 偶像化是提升这个领导人的地位 而且是我们很难理解 就是说那我心这样 以前我在那个RFA 自由亚洲电台做记者的时候 跟那个朝鲜领导 就是他们的干部 他们有时候也有记者会 有时候我们跟韩国的官员一起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可以吃饭喝酒 跟那个朝鲜领导人的干部 很少有时候只有记者会 那特别亲近的时候 我们会曾经要过那个金正日的那个会章 被他骂得狗血喷头 你以为这是什么 这么这会章吗 这是多么贵重 多么这么伟大 就是他们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不得了的东西 那当然是对金正恩来说 这是一个巩固他地位的非常有效的一个措施 那你认为那个金正恩五强化是政权稳定的表现 或者呢政权不稳定的表现 我觉得是一个政权稳定的表现 用于更加巩固他的表 他的挣钱 是这样 好 那最近那个北韩外务省对外政策事 通过那个中国和那个北韩发文 强调说 就是谴责美国还有韩国和日本 守着事情的那个多余军演的情况 那您是怎么看呢 为什么他们会严厉批评这个韩国进行的一个军演 共同的军演呢 我想美国有他们美国的目的吧 就是这个军演的叫名称叫自由之刃 Freedom Age 但是就是美国日本韩国现在是美国的支持下 韩国和日本要好像是有一种说法 要加快军事同盟的一种协定 他们认为是那个亚洲版的那个北约关系 我觉得这是从朝鲜来说 从中国的立场来说 从俄罗斯立场来说 你们这么尤其对朝鲜这个经济规模非常小的一个国家来说 你随时不时的常常的进行军事演习 威胁到一个国家的发展 威胁到国家的安定和稳定 所以是他们朝鲜方面来说 美日韩关系已具备了亚洲版北约的面貌 我觉得这是朝鲜的说法 当然美国不承认这种说法 但是有没有呢 但是对朝鲜来说 他们应该会有一些顾虑 那这个俄罗斯跟那个北韩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那你认为中国会怎么样 中国看的怎么样 我觉得中国有一种好像是闷声发大财 就是俄罗斯和朝鲜的发展朝俄关系 然后他们这是我们看来是有关于军事方面的合作 还有一些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合作 但是有些事情呢 假如是中国在加入这方面了 刚才像你说的 有就是北约的 就是亚洲北约 美国方面在美日韩北约的可能性 然后又牵涉出另外一个北约相对的 相对的一个合作机制 所以是朝中国的措施 我觉得这是不 现在目前的目前这种情况 就是不闻不问 相对比较合适一点 是好像为了那个半岛的局势来看的话 大三交关系越来越明显了 就是韩美日三国关系越来越巩固 加上那个俄罗斯中国 还有北韩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这不知道这三交关系会导致下一次的国际关系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还值得关注 好 今天的四交电节目到后就为止 谢谢收看 下周见 再见